多枚战术核弹同一时间向美国本土的多个城市进行发射 此时负责拦截任务的海上平台又被不明人员控制 然而就在这个危急时刻 尚未小美将成为扭转局面的关键人物 这是一部刚刚上线流媒体的动作电影 终极拦截 从俄国发射导弹到美国需要24分钟 但留给美军发射拦截导弹只有一半的时间 负责拦截任务的加格里利宝军事基地突然遭遇不明人员的劫持 而另外一个在太平洋上的海事平台就成了美国的最后防线 在这一天的稍早些时间 陆军尚未小美被派遣到这个海上基地执行任务 不过当她刚刚抵达这个平台不久 她就被在场的指挥官告知 他们与另外一个拦截基地的通信被中断 与此同时他们得到了相关情报 俄国的导弹基地也遭受攻击并有多人受伤 16枚白羊移动型导弹下落不明 美国的16个城市将成为恐怖分子的攻击目标 就在这时伪装成清洁工的恐怖分子突然发起攻击 小美则顺势掏枪与对方进行还击 面对已少敌多的局面 小美瞄准了侧面的氧气瓶 借助气体的掩护 她成功拿到了指挥官的门禁卡 但就在她将要关闭闸门的一瞬间 一个光头从她的身后抱住了她 小美一脚将这个光头从她的身上踢开 紧接着她关闭了闸门 不过此时光头已经将枪口指向了小美 但小美反应及时躲避了光头的射击 然而面对光头的蛮力 小美借助管道喷出的气体将她的枪打掉 不过占据力量绝对优势的光头 还是锁住了小美 此时等在外面的头目告诉光头马上打开闸门 小美则看准机会用双手摆脱了光头的控制 不过这个大块头面对小美的攻击不为所谓 倒在地上的小美卯足镜冲向光头将她撞倒 从她的背包里流出了大量的腐蚀液体 小美捡起地上的手枪朝光头进行射击 但这些子弹没有打中光头的要害 反倒是小美被光头死死堵在墙角 面对光头的锁喷和夺枪 小美顺势将枪把从中取出并攻击了光头的面部 就这样小美暂时守住了这道闸门 一个位于太平洋上的美国军事平台突然遭遇武装袭击 然而参与此次行动的带头人小帅却是一名美国人 在她距离目标控制室只剩下最后的闸门 陆军上尉小美则成为防护这道关卡最后的守门员 此时外面的恐怖分子拿来了气体切割工具 小帅试图通过三千万收买对方打开闸门 但小美从小就受到父亲的教导 永远不要停止战斗 此时总部的军方上将与小美取得了联系 小美汇报称有六七名伪装成清洁工的恐怖分子占领了他们的平台 马歇尔上校已经殉职 她猜测这道闸门只能坚持不到半个小时了 不过上将却告诉她前去支援的海报突击队需要九十分钟 这时女总统也出现到屏幕前 她说他们和俄国人都找不到这些下落不明的导弹 现在保住这个拦截平台成为重中之重 因为他们没有时间疏散十六个城市的市民 这时门外的小帅抓到一名军官作为人质 这位军官拼命摇头试图告诉小美不要开门 不出所料这些歹徒开枪不带一丝犹豫 随后小美仔细查看了指挥室可能存在的隐患 就在这时从平台下面的应急出口爬上来一名不速之客 小美则直接扑上去和她扭打在一起 并顺势将她手中的枪打掉 不过此人看到对面是个女人却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小美则淡定地吹了一下头发 经过一个回合的较量小美告诉同伴去拿散弹枪 但这位印度后裔却胆小的不敢开枪 小美只好借助冰箱门先将对方击倒 并试图利用冰箱砸向男人 地上的男人虽然侥幸躲避了冰箱的撞击 但此时小美飞身来到同伴的身旁 接过武器就和这个男人说了再见 随后小美检查了这个出口确定只有一个人闯入 与此同时堵在闸门外的小帅目睹了全部过场 现在屋内只有小美和两名守卫 并且其中一人还处于昏迷的状态 然而这时第一道闸门已经被小帅的人打开 不过前来支援的直升机却还需要67分钟才能到达 这时他们身后的守卫突然苏醒 并且还拿了备用的手枪指向小美 原来这个人是一名海军的叛徒 就这样他们二人被歹徒绑到椅子上 随后这些恐怖分子侵入了美国的广播平台 锤哥饰演了一名家电售卖人员 看到黑白的屏幕他还以为是电视出了故障 女总统警告恐怖分子不要轻举妄动 但小帅声称他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儿子 他现在手上拥有16枚导弹 并控制了唯一可以拦截的海上平台 随后他突然下令向洛杉矶发射了一枚导弹 拦截平台瞬间就侦测到了这个潜在的威胁 小美看了一眼旁边的启动按钮 留给他只有不到12分钟的时间了 得知消息后天使之城的市民们瞬间就蜂拥向外逃跑 只有见过世面的锤哥还傻傻地站在原地 然而此时小美突然挣脱了绳索 他从小帅的手中卡夺了自动的枪 经过一轮射击就在他准备击毙小帅的时候 不过好巧不巧的是这把枪刚好没有了阻弹 小美只好随手关闭了闸门 不过屋内还有一名女性劫匪挡在前进的路上 两个女人之间的较量也是异常激烈 招招都是直奔对方要害 好在小美还是略显机制 他用发炮剂填满了对方的口腔 紧接着他启动了发射按钮 一枚拦截导弹顺利升空 在外太空将这枚导弹引爆 导弹被成功拦截让小美尝出了一口气 但这时还没有凉透的女劫匪 再次捡起地上的枪朝小美进行射击 小美则是利用地面的障碍进行掩护 并将对方送进了太平洋 随后他还不忘回头给小帅做了一个友好的手势 这名勇敢的女尚未成功抵挡了恐怖分子的两次进攻 但作战室里的弹药也已经消失殆尽 前来支援的海豹突击队迟迟无法赶爆 这时被挡在门外的恐怖分子让小美查看她的手机 原来小美的父亲现在被他们抓为人质 面对这种局面小美难以掩饰自己的情绪 但作为一名正直的军人又无法向恐怖分子拖起 就这样一声枪响过后小美失去了父亲的画面 看到这种局面总统都为之动了 然而恐怖分子还有备用计划 小帅利用指挥官的指纹进入后台系统 接着他按下了平台的自毁程序 一旦平台沉入海底也就意味着拦截导弹无法发射 现在距离完全沉默只剩下13分钟时间 胆小的下士决定代替受伤的上尉前往船体的内部 经过手动操作暂时延缓了平台的下沉时间 但这时他却遭遇了已经背叛的同伴 就这样现在只剩下小美一人了 但此时雷达突然显示俄军的潜艇正在向平台靠近 小美敏锐地察觉到对方买通了俄国舰长 接下来他开始将胶带贴到门口的窗户上 因为他发现了对方的弱点 小帅则不解地追问 随后小美又想出来一个大胆的计划 他告诉将军他打算把控制室交给恐怖分子 等他们发射完导弹后再抢回控制室启动拦截程序 但将军的智囊团却认为这样做的风险太大 不支持他的这样行动 但女总统权衡之后却选择支持上尉并授权了他的行动 没过多久恐怖分子就来到了控制室 小帅下令发射剩余的核弹 随后这些导弹接连发射升空 美国的15个主要城市成为了这些导弹的目标 接下来他们打算除掉这名富于顽抗的女士 不过他们并没有发现小美的踪影 躲在衣橱里的小美先是解决掉了一名恐怖分子 接着她抢过对方的武器将小帅赶出了控制室 但控制台的发射按钮已经被对方损坏 小美只能带着发射程序来到平台的顶部 虽然她顺利地进入了发射程序 但身后的叛徒却用枪指向小美的脑袋 不过小美谎称自己看见小帅已经乘坐潜艇离开 借机分散了对方的注意力 经过激烈的扭打小美成功将对方推下了平台 但自己也不幸一起跌入海中 然而此时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 小美的脑中再次回荡起父亲的教诲 随后小美奋力爬出水面 但由于肩部中枪她只能利用一个胳膊发力 顽强的小美开始了单臂挡鞦韆 前面几个间隔还算比较近 但中间这个的距离实在是太过夸张 小美则是借助双腿开始大力摆动自己的身体 随后她突然使出了洪荒之力 将自己的身体摆到前面的扶手 此时距离时间窗口只有一分多钟的时间了 小美顽强地爬回了控制室 在倒计时即将结束的一瞬间 小美按下了拦截程序 多枚导弹同时起动 此时的平台犹如一场盛大的烟花表演 15枚拦截导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在外太空将这些核弹逐一击落 小美的英雄壮举赢得了世民的欢呼 女总统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但这时小帅来到平台打算和小美进行最后的对决 体力已经透支并且带伤的小美很难与对方周旋 但就在这种不利的局面下 小美却借机扭断了小帅的胳膊 面对杀腹之仇 小美毫不手软地踢断对方的小腿 不过这时一艘潜艇出现在两人的面前 但让小帅没想到的是 俄方的枪手并没有将瞄准进对准小美 随着这声枪响小帅应声倒闭 随后俄舰长还不忘向这名女英雄点头致敬 这场核弹危机至此顺利解决 故事的伟生女总统来到病房探望了受伤的小美 而且还给她带来了一个人 原来小美的父亲并没有被枪杀 当时的枪声是营救人员开的 虽然这部剧有很多神奇的剧情 但这部爆米花电影还是值得一看的